记者陈凤利南投报道,大学个人申请第一阶段筛选,所填六校系都通过了六官网,南投县的中心高中,旭光高中各有六人与四人,其中中心高中张家芳通过成大中文系等六校系,国里有四校系,他说,因学测英文没有考好,一度自爆自弃想乱填,但导师中疫情苦口婆心劝导不要拿未来赌气, 今天一些结果公布,让他对导师特别感谢,中心高中此次大学个人申请第一阶段通过筛选,填六校系全通过的有六人,其中张家芳通过成大中心中正高雄等国立大学中文和政治法律系,及私立东台法律系和世新广电系电影组,他说,其实能通过这样多校系,且其中有国立明星大学, 要感谢导师中疫情苦口婆心劝导,要他不要因英文没考好就乱填赌气,并协助选填校系,才有今天的结果。 县力旭光高中则有蔡玉展,林幼乳,曾祺,曾玉婷等四人,申请六个校系全部通过一阶筛选,而他们填选的校系大多与自身经验有关。 像曾玉婷因皮肤黑肠被问,你是哪国人,他选填静一大学化妆品系,希望能让自己变美。 而林幼乳爷爷及爸爸曾相继生重病,让他体认到营养规划对人体的影响很大,所以填了实践大学食品营养系,希望将来能照顾更多人的饮食健康。 中兴高中今年学测高分群学生,应填选的都为明星大学热门科系,竞争高中多,一阶通过的校系反而不多,向学测考了69级分的全校第三高分,但一阶仅通过国立城大航太系和中兴大学电机系,另外其数理班的同学,则很多人以最有兴趣的科系为选先目标。 黄艳豪通过中山本次所国立大学的资工系,曾俊奇则一阶通过台师高师和中正大学数学系,曾因腰伤被迫放弃就读所因高中舞蹈班的年龄,此次则一阶通过国立技大台南和台南艺术大学皆与中文、戏剧或艺术史有关与他的兴趣结合。